哈囉各位媽媽今的網友你們好 我是運動馬名林可彤 很高興今天來到這邊要跟大家分享 我最真實的媽咪心路歷程 我覺得當媽媽之後 就是運期的改變真的是蠻可怕的 可是產後的改變是更可怕 運期第一個遇到的就是 很多人可能會長肉芽 雀斑 因為在運期的色素沉澱會非常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說 一定要好好的保濕好好的防曬 然後另外就是這個色素沉澱 會在很多很讓人很不堪的地方 比如說腋下 你可能不可以抬起手來 會讓人家看到會變成黑黑的腋下 然後還有鼠西處也非常容易色素沉澱 然後還有乳暈的地方 但乳暈是一般人看不到 但你自己看了也是會不開心 所以媽媽就是要去接受自己運期的不堪 然後慢慢的就是等到運後大概 長後大概三個月它就會慢慢的變回來 可是大家一定要注重保濕 全身上下的皮膚都要保濕 這樣才可以確保你的皮膚會變回來更漂亮 然後不會那麼暗沉 我覺得一開始當然就是寶寶的睡眠問題 因為要怎麼睡過夜 然後睡過夜之後半夜還是會醒來很多次 就是說她不喝奶她可能還起來哭哭鬧鬧 所以我覺得剛剛當新手媽媽的那六個月 可能最重要就是要面對自己的睡眠不足 怎麼去克服這個 你沒有辦法想像一個小時都沒辦法睡好那種生活 然後你可能會變得很憔悴 你頭髮會 頭皮也會開始過敏 然後你又要接受掉頭髮 然後你又要哺乳 所以我覺得那個憔悴真的很可怕 然後現在開始進入一歲了 我現在的小孩大概要十四個月 一歲兩個月 所以她可能開始牙牙學語 要學很多東西 然後我也當了媽媽才知道 原來這麼小的小寶寶已經有很多課程可以去選擇了 所以我們可能就會想要請比較好的保姆路 保姆姐姐啊 或者去上一些音樂律動課 就是讓她可以多接觸其他小朋友可以去發展她 所以我覺得這個階段就變成需要去找很多很多這樣的資訊給小孩子 也是身為一個媽媽就是比較 就是目前會比較擔憂的事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 產後最重要的三個運動 在月子期間就可以來練習 然後對你的骨盆 還有產後的恢復都非常好 第一個最重要呢就是媽媽都要做的凱格爾運動 然後凱格爾運動呢其實就是一個憋尿憋屁的感覺 然後你可以把它憋住 5秒 10秒 20秒 然後再放鬆 然後這樣的練習呢可以讓骨盆底肌更強壯 然後可以幫助產後媽媽免除漏尿的問題 那這個凱格爾運動呢我們可以跟喬士的運動一起來做 因為喬士呢可以趕上我們的骨盆前傾的問題 那我們很簡單就是躺下來之後呢 記得你的骨盆不要前傾 讓你的下背離開地面 你要後傾然後讓下背黏住在地面上 然後將你的兩隻腳打開跟你的寬部一樣寬 然後靠近你的臀部 然後雙手輔助地面之後呢 往上將你的臀部推高 像這樣平行然後撐住 然後一邊做凱格爾運動 一邊做喬士的練習 會對產後的恢復非常的好 可以做10到20次的練習 然後休息一下然後再做一次 然後第二個呢我們來做月子期間 就可以幫助你腹部恢復的月子操 那很簡單一樣是坐在地面上面 然後讓你的上半身躺在 比較硬的床上或者是瑜伽墊上面 然後我們將我們的一隻腳抬起來 兩隻腳抬起來 這個感覺呢就會讓你的肚子有收住的感覺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樣子停住的方式 然後慢慢的讓一腳下一腳上來回的點地 然後甚至兩隻腳一起點地 都對你的核心是一個很好的練習 那一樣可以做20下 當作一組然後再重複一組 好然後呢最後一個動作呢 是比較是側腹的運動 我們可以讓雙腳一樣打開 跟你的寬部一樣寬然後踩地 然後這樣雙手往前 然後上半身稍稍的向後傾 這個動作就會讓你的腹部有收緊的感覺 然後將我們的左手帶向左後方 右手帶向右後方 這個動作呢不僅你的核心訓練到 然後你的側腹也會訓練到 多做幾次呢就可以找回腹部收緊的力量 這個時候腸後的鬆鬆肚子就會變得緊實囉 這個動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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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對